不特地賣廣告 而今次將我的經驗告訴大家 在日常中遇到什麼問題呢 譬如我們做中小企經常遇到 我想那些資料好好地去處理 通常經過一些伙企 伙企就說有時不知道在做什麼 想看一看打電話機 或者ICQ 或者Hotmail 不知道 見到我們 見到之後 或者那個同事在那裏 有時做中小企經常問題 有時請了伙企 那個水平未必那麼平均 User right control Folder structure的set up 或者是我們公司用很多outlook 去做一般工作上的管理 outlook的setting 還有我們經常收到大量的span mail 測 mail 怎樣處理 那些同事發展很長時間處理問題 我們自己本身不懂處理 當然是要找些人家去做事 好了 講完人的問題之外 又講一下我們公司的program問題 我們有很多時候寫program 或者買些program回來 或者自己請一個programmer 回來自己寫 很多時候遇到很多問題 為什麼慢呢 為什麼不見到功能呢 為什麼密 為什麼密 很多不懂的東西 我們通常最好 有個vendor在打個樣問 對 問到之後解決問題 解決不了問題 那就自己再用其他方法 找些programmer 但一般來說都不需要的 如果你的system是很穩定的話 除了programmer 本身是哪個bug system方面 我們曾經搬過寫字 搬寫字的時間 把舊箱搬 不要了 可能是一本寫字 不新的東西 黑人 拉線問題 電腦需要什麼 裝備在公司裏 裝修的時候想起來 還有server怎樣去佈局法 用什麼支援整個公司人 當然最重要之下 都提及過很多次的backup service 用什麼方法backup這些東西 而重要的是 data不是不見了 我曾經試過一次的經驗 backup data之後 一放那條打出來 是有很多問題在裡面 所以這方面 經驗自己告訴自己 自己的伙計 真的有時候 他不是想做得不好 他能力問題 是吧 再加上去 我們自己本身 公司裏面 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很多 那些 因為我們有大家的寫字 長時間和公司 兩間寫字後 長時間要拿著在這裡 是怎樣做好 大家互相之間的 數據交換 去取公司的data 這方面 我們自己的能力不夠 為何這麼慢 為何做不到事 都是要靠一些專門人士 來講話 我們自己本身的管理 我們有危機管理的知識 我們怎樣做好危機管理 另一件事就是 我們自己本身 公司將來的前景怎樣 怎樣做security 不讓那些科技 不讓那些科技 偷偷地拿到那些數據 走了 這些我們自己本身 都是比較重視的 這些都是要找人幫忙的 而自己本身的話 好 我們公司裏面 有些PC 有些伺服器 這些伺服器 我們什麼時候再update 是否一見到賣廣告 賣Vissel 賣Vissel 賣Vissel正 又賣Vissel呢 還是加最新的一個出的 2009 那個OS 伺服器 那是否我們 那邊的伺服器 第一時間要換呢 再加seql 再加什麼 或其他database 的東西 加些什麼 對不對 這些全部都要問的 自己根本 不是說有錢賣就可以 不是花了錢做傻子 花了錢做傻子 花了錢做傻子 對吧 做了這些事之後 我覺得 在生產本理上方面 很重要 尤其中小企 自己本身 花了些時間 不是在一些 自己沒有能力的地方 花了些時間 去做一些 同事的生產力管理 危機管理 或者做一些 自己找到新的商機 自己或者學習多些 有班公司的業務上的東西 我覺得更加好些 好過去管 一些自己沒有能力的東西 以前我們都算很厲害 自己做support 到最後真的不行 而最重要的是 如果一個公司 能夠把自己本身的業務 想做得好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人 很專家 導致自己本身的 服務要求 都達到自己的理想目標 所以我想一些 和同學代表分創空一下 大家可以知道更多 希望這方面 自己如果 例如公司 有任何問題 都是找一些 借戶 自己解決問題